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園縣龍潭鄉一百年 同軍百分百 同軍一百分 同軍體驗營 開幕典禮 典禮開始 全體肅臨 主席就位 唱國歌 三民主義 無道所從 一見明國 一見大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見明國歌 完成 十五 向國旗行最敬禮 敬禮 禮畢 主席副委 介紹貴賓 好 各位夥伴 首先為各位介紹今天到場 關心我們這個國中的貴賓 我想從我的左手邊開始 桃園縣議員 也是我們龍潭鄉全區選出來的議員 徐玉樹 徐議員 好 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們十門國中的校長 同時也是我們桃園縣同軍會常務理事 也是我們募章持有人 劉邦秋 劉老郎 好 接下來是我們中華民國同軍總會 國家訓練員 同時也是四顆募章持有人 也是我們桃園縣同軍會的副總幹事 我們范麗麟 半導郎 好 我們十門國小的家長會會長 高越林 高會長 好 我們這附近最關心社區活動的 我們十元餐廳 美圓餐廳的負責人 陳真真 陳小姐 好 我們國家訓練員的助理 國家訓練營的助理訓練員 也是三顆募章持有人 于欣漢 于老郎 好 再來 也不算遠道而來 距離我們其實不遠了 翻過山頭就到了 我們楊梅市 楊梅吐氣團的總團長 也是楊梅市市民代表 張鈺斌 張總團長 好 同時也歡迎我們楊梅吐氣團的活動長 張惠宇 張活動長 同樣也是我們楊梅吐氣團的幼童軍團長 羅秀英 羅團長 好 接下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們女童軍會 國家訓練營的訓練專員 同時也是我們桃源縣女童軍會的副總幹事 更重要的 從我們創團以來 就是我們十門童軍團永遠的顧問 我們李美華 李老郎 好 接下來 我們這樣年輕有活力 我們龍檀鄉的鄉民代表 謝佩玲 謝代表 頒獎 頒發本年度服務員受訓補助金 受獎人員 完成幼童軍服務員募章基本訓練 桃源縣同軍會第六十九期人員有 倉世堅老郎 劉啟賢老郎 溫乙玲老郎 許子全老郎 張玉玲老郎 王立芬老郎 柯王明良老郎 王浩安老郎 請各位受獎人員上台受獎 請問人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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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